大家好 早安 我現在在泰國 我在曼谷 我今天又想說 因為起床起得有點晚 所以我要挑戰五分鐘完妝這件事情 好 那我先調一下鬧鐘 五分鐘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信心十足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動作很快的人 所以我覺得五分鐘完妝應該還可以吧 雖然我沒試過 好 那我現在 再調一個鬧鐘 然後呢 看到嗎 五分鐘 五分鐘 看到嗎 好像有點亮 計時 開始 我覺得應該還可以 只是因為 對我來說不是件難事 搞不好我三分鐘就好了 在化妝的時候跟大家說一下 昨天呢 是去哪裡啊 我昨天是去那個 安帕挖水上市場 我覺得好酷喔 然後他又是假日的 其實我以前有去過一次 可是因為 以前去的時候呢 那時候是平日 啊他只有 其實只有假日有開 假日有開 所以我昨天去 去等於是 有點像第一次去 第一次去的感覺 然後那邊就是很熱鬧 很多人在唱歌 唱歌 然後做成什麼東西吃 然後我們也有吃了海鮮 一堆色素飲料 因為泰國飲料其實實在是 顏色看起來都太重了 可是就很渴 所以沒有辦法一定要喝 然後呢 應該遮一下的部分 他有點草帥 然後昨天因為 有假日的車 也會有塞車的關係 塞車的關係 所以後呢 就是塞車 然後到那邊 安帕挖水上市場 其實已經下午 我只剩下兩分鐘了 天 你覺得我話太多了 然後呢 我又要集中火力 然後呢 現在剩下兩分十秒 好 然後他腳哪里去水上市場 其實然後後來還有去看螢火蟲 還蠻有趣的 而且 因為 那邊是紅樹林的關係 所以 那個螢火蟲真的很多耶 蠻驚人的 因為昨天天氣很 很舒服 泰國面是要很熱 很熱的時候呢 然後再坐在那個河上面 然後吹那個河風 其實還蠻享受的 整個行程大概一個小時吧 在那邊人真的很多 我覺得亞洲人比較多 亞洲人居多 五十五秒不能 不能再講究眉毛了 四十秒 四十 people 四十秒 四十一 我觉得有点小失败 可是其实这样也OK 五分钟好 动 擦掉 好吧 那就给你们看一看我五分钟的妆容 就是眉毛基本的眼线油画 那粉底跟我的腮红腮红油上去 有点灯光 嗯 逆光 对 还可以吧 然后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今天就是眉毛眼线 然后腮红其实有点简陋的妆容 可是就是自然啦 算了五分钟 那我是没练过了 我下次先练练 我再跟你们 再跟你们分享好了 对吧 那就是我今天就是还是一样要这样出门 就等下补个眼影之类的吧 这样不会太投机吧 好了那我今天的行程 应该就是四面佛去拜拜 对 那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在这里一个很快的影片 对 那就先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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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